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阵子讨论度超高的日剧 风平浪静的闲暇 完结了 朋友居然被刷了一天的屏 这部剧里28岁的女主大岛是典型的老好人 在公司扮演实施讨好别人 永远在察言观色的人 一次 晕倒醒来后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 毅然决定辞掉工作 甩掉男友 推掉房子 断绝所有联系 抱着一床被子就奔到了山下 她想告别那个明明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却一直在不断与现实妥协的人 她要给自己一段闲暇时间 重新审视人生 一开始她是极肤勇气的 不再掩饰自己的自然卷 赶走前来拜访的扎钱男友 去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机会 跟公寓所有人打成一片 跟新朋友计划合伙开洗衣店 还跟隔壁帅气的邻居谈起恋爱 她解放了自我 不再紧张兮兮地被周围的气氛摆布 但这一切都在一次回家的时候前功尽弃了 因为害怕妈妈的责问 她把头发烫纸了 穿上长裙 在她面前吃看到会打仗的水煮玉米 无法说出离职的事实 甚至在妈妈逼她出钱重新装修房子的时候 也把开店的合伙基金取了出来 一切的告别过去的努力都富足东流 面对原生家庭 她彻底输了 直到一次与男主父母见面的宴席上 她终于忍受不了妈妈的忍潮乐讽 说出了从小埋藏在心里的话 我讨厌妈妈 你总是让我产生罪恶感 逼我听你的话 在外面装好人 期待我做自己做不到的事 对不起 不能为你而活了 请你自己想办法活下去 辜负你的期待了 对不起 反而是辜负你期许的我 丢人信念的我 这样的我 才觉得活得开心 大倒了人生 由此豁然开让 很多网友看文具之后评论 看到这里 我总想起自己的妈妈 我妈妈也是这样的 现实中这样的父母很多 但实际上这一切并非只是父母的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 兰州人 毕业后只身去了上海 每月月星星水六千 出去房租水电 去穿交通之后 就索身无几了 可在兰州 她可以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 父母是公务员 家里经济条件很好 要是独生女 自然要什么有什么 不用像这样在上海 数着工资过日子 每个月还要接受家里的救济 但她喜欢远离家乡的大城市 这里多繁华 多自由 如果回去了 就要听他们的安排 去考公务员 每天按时回家 我想逃避他们的管辖 但如今 她已经回家一年了 因为以她的能力 实在置身不起一个人 在上海的生活 回家后的她 考进了公务员系统 每天饿了回家就有饭吃 平时跟朋友吃饭逛街 还在工作中认识现在的男朋友 我好像也不太抗拒他们的安排了 比之前一个人在上海过得开心很多 我们总而言说 中国的父母爱管教孩子 喜欢把孩子控制在长青 但实际上有很多孩子 其实是寺院受父母的控制的 前年后他们 只空凭一句讨离父母 管教的括号 就美其名曰独立了 但这几乎毫无用处 没有自己对人生的构想 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 独当一面的大人 最后还是要跑回父母的怀抱 寻求庇护 这又转过来说 我都是安排的规划 去选择工作 生活 对象和人生 我别无选择 这难道不是太滑稽了吗 不要把父母 当作对自己人生 束手无策的挡箭牌 父母给的羁绊 远远没有你想象的多 选择的钥匙 从来都不在他们手里 在很多人的遗漏成长过程中 乃至于即使如今 在职场成为 叱咤风雨的人 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 被这个问题困住 在成为我们想做的 为意思父母 想让我们做的之间 该如何抉择呢 加拿大韩籍歌手 Table 也曾被问到这个问题 家里是否有对你的职业期望呢 当时 家人支持你的音乐事业到了吗 他的回答 我认为是很棒的答案 亚洲家长们那些 很实际的期望 医生 律师 教授 诺贝尔奖获得者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我爸妈非常想 让我去斯坦福大学 而我想上的是 纽约大学的 地式艺术学院 去决电影 他们就很反对我去 我们吵架吵翻天 但我并不想 一直这样吵下去 所以我看了一下 发现斯坦福有一个 很棒的写作和合成 也我很喜欢的教授和作者 我琢磨着通过 学习创作和文学 我可以写出自己的剧本 然后拍成电影 所以折装妥协 是我的选择 当时 家里人也不支持 我的音乐事业 但这也没有影响到我 我并不是为了 他们才做这些的 梦想些什么 但我很感激他们 令我很多人 感到烦恼的事情是 父母为我们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对吧 比如他们让我们吃得饱 穿得暖 教育我们 有时还会为我们 放弃他们的梦想 问题是在于 我们会觉得这笔债 只有靠我们完成一些 完成他们想的事 或者成为他们 想要我们成为的人 才能报答 像当我成为父母 我让他吃得饱 穿得暖 我为他做出牺牲 拼命工作 但我并没有希望 他以什么方式来报答 他所要做的 来回报这一切的只有 他的笑容 真的 我们父母 可能起初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为我们做了许多事 除了我们的幸福以外 并没有期待任何回报 这段他们可能 仅仅忘了最初的想法 这个世界 以及他们身边的人 可能会让他们忘记这些 如果你做的 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事 努力让父母知道 你有多开心 那他们也许就会想起来 这才是他们曾想 从你身上得到的一切 中国式的家庭 很多人都是从小 按照父母的意志长大的 我们崇尚感恩式教育 想到大人为孩子 付出了多少 孩子自然觉得亏欠 心想这份成天的爱 要偿还回去 自然做很多决定的时候 彼此都无法顺心快乐 但在所有父母心里 你只要快乐 长成一个 可以对自己生活负责 都能爱护自己的大人 这就够了 你与父母 从来不是彼此的羁绊 你们只是彼此人生中 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你们需要彼此 在人生的这趟 摇摇欲坠的客舟上 它们不是你生活的限制 所谓羁绊 很多时候 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杜江曾经对恩宏说 你不是我的希望 不是的 你是自己的希望 你可以做一个全新的梦 那梦里不必有我 你我也只能成为 对方人生中的某一部分 然而我爱你 我的孩子 仅此而已 愿天下父母 与子女都能懂得 如何平定自我价值 一生彼此独立 相互依靠 你是从哪一个瞬间 突然长大的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小花的妈妈 对小花的教育 其实就是独立 不要饿死自己了 自己会洗衣服了 会做饭了 会做一些 利索你们急的事情了 但是我特别的懒 其实我不太喜欢做事情 比如说房间 我会收十分 我会煮 我会打扫 可是我就是不想做那么好 我觉得与其做一百分的人生 不如做八十分 八十分不如六十分万岁 当然不可能都做六十分了 有一些我喜欢 跟我想做的事情 就强迫转 那可能是八十分不行 尽量做到一百 甚至一百二十分 但是我觉得 至少我的现在活成 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只有独立 才能谈自由 如果你没有办法独立的话 你就听从父母的话 就像文章当中提到过的 就是他可能要你做的事情 不是你那么喜欢的 那可是你又想完全他的期待 他要提供我们的生活 那怎么办 折踪选择啊 就在他们提供的范围当中 选择你喜欢的 这样你可能不会那么难过 其实虽然一个人 在外面生活十几年 我还是蛮喜欢父母在身边的 当然我喜欢我妈更多一些 因为我爸太啰嗦 太古板 就是讲一些 嗯 嗯啊之类的 虽然现在还是能听啦 以前不太能接受啦 妈妈在的时候就是 妈我今天中午想吃这个 嗯 我妈就弄好 然后我们在面前 妈我不要洗饭啦 我妈就会洗完 然后你睁开眼睛 就会有洗好的衣服 打扫干净的房间 有什么不好的 当然我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 只是他们能不能住隔壁 不要跟我住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可以一起去聊天之类的 但是真正的生活 还是要自己的环境 如果你没有这个挑战的话 就把你的房间 当作你自己有的地方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妥协的 毕竟我们真的不是彼此羁绊 我觉得我们是 嗯 就像那个杜江说的 我们不应该活成父母想要的样子 如果你没办法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努力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其实我也很讨厌 父母跟三姑六婆们聊天 因为总是聊说 哎呀那个小孩如何 他们家小孩怎样 那一家小孩怎样 好烦啊 我从小就跟我父母说 不要拿我跟人家比好吗 我就是我 我为什么要跟人家比 人家比我聪明 人家比我强 人家比我好 但是人家的事情 为什么要带上我呢 你说是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之后再见啦